大家好,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,我是明鏡。 今天和大家談談中國作為一個制約大國,問中為何買不到藥? 中共在防疫上造成種種亂象和人道災難,習近平會不會因此而被逼供? 中共政府突然解歡、放寬防疫措施,隨之感染人數急速上升,醫療體系崩潰,民眾沒有退消藥可以買。 分析認為,在藥物短缺的背景下,中共的特工問題再次突顯出力,隨著感染人數快速飆升,各國各地的布洛芬等退消藥被民眾長購一空,如今各地已是一躍難購。 網絡社級平台上充值著大量尋求購買退消藥的信息。 幾天前的一個深夜,陝西省西安市的一位媽媽,因為孩子發高消,她衝出家門,花了1800元在黑市買了一瓶100毫升的兒童退消藥美林布洛芬。 她說自己可以硬抗3天,39.9度高消,但讓孩子難受3小時,真要了自己的命。 近日,一位昆明市民在網上發貼稱,孩子發燒到39.7度。 她願意花1萬元買一瓶布洛芬運原液。她貼文說,再燒,娃娃就餵了,我們兩口子都要跟著死。 貴球啊,內西做牛做馬都要報答,看了讓人心裡發酸。真可憐天下父母心。 同一時間,在河南省的一家兒童醫院門口,原家13元一瓶的退消藥已經買到了2500元的天價。 中國是退消藥布洛芬的生產大鍋,佔全球產能三分之一。 為何現在中國民眾卻一樣難求? 一位藥企從業者透露說,過去這幾年,中國各地都在嚴控4類藥的售賣。 4類藥是指退消、止咳、抗生素、抗病毒這4類藥。 因為過去這3年,官方要清零,所以出台了一些規定,嚴格限制民眾購買退消藥,這樣一來就反過來影響大的製藥廠。 導致很多製藥廠開始自我大幅度限制生產這些藥物的產量。 微信公眾號醫院院長發文披露,官方前期嚴管4類藥,當局在突然風寬管制之前,都沒有人提前通知製藥廠加大生產。 製藥廠根本就來不及進行這些生產上的調整。 文章說,中國生產布洛芬的企業多達500多家,原料都不缺。 如果官方提前一個月通知,就算只有200家製藥廠加大生產備科,都能做到每人一盒。 一名製藥廠的從業者說,我們都在努力加大生產。 但藥品出廠這根鏈條,陷接著各個環節,生產設備、包裝設備、人工等。 有些藥企的銷售人員已經感染了一半,法科根本無法進行。 想設備需要時間,員工康復也需要時間。 一家北京三甲醫院的科室主任爆料,他說自己也是看到新聞後才知道放鬆管控。 在此前,他們醫院連一個內部的準備會都沒有開,就更談不上作一些擴充重症監護室這些準備設施。 在藥物短缺的情況下,黑市皇偶視機而動,在微信朋友圈、社交平台或二手交易平台商高價出售藥物。 時事評論員黃黑對大紀元表示,這些網偶背後往往有政府背景。 他是有政府權力支持的,一般你想做這個生意都查不進去,這個叫官上一體。 他說在中國藥品有兩大去向,一是確保權貴階層所用,這個問題在武漢疫情期間已經曝露出來。 當時,倉庫內各種藥品都是先保證給領導,這是中共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。 各級機關利用自己的特權都要在裡面分一杯羹,中共體制幾十年都是這樣運作。 另外,官方也會拿出一部分藥品投放到市場,其實這只是官方點綴一下的表面功夫,用來受賣人心。 中共從毛澤東時代就建立起人分369等,領導第一的特工體制。 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,因為市場經濟有所發展,商品短缺的問題就不得出了。 只有一些特殊的商品有特工,比如茅台酒。 但這幾年搞清零,全國風控,人為這樣造成物資短缺,這種特工體制又復活了。 中共建前三零的清零政策被批製造人道災難,根其突然全面鬆綁,大陸再次出現種種亂象。 毛澤東當年搞大躍進導致三連大饑荒,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遭到逼供,類似的事會不會發生在習近平身上? 公開資料顯示,上世紀六十年代初,由於中共搞大躍進、大煉鋼鐵、郭道徵糧等,導致大陸爆發大饑荒,瀧死數千萬民眾。 大陸各地從1958年開始流行虛報產量,當年水道的產量虛報到某產20萬斤,小物某產12萬斤。 到後來下面餓死人不能說是餓死,雙鋼士要說是病死,明明是大饑荒,卻被中共講成三年自然災害。 歷史紀錄顯示,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信,大規模嚴重的洪水、乾旱等自然災害一遲都沒有發生。 所謂的七千人大會是在1962年1月在毛澤東同意下於北京召開的, 參加會議的從中央到各省、市、地、縣的主要負責人,以及一些重要闖礦和部隊的幹部,公有七千多人。 會議主要討論大躍進及由此造成的三年大饑荒的問題。 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將大饑荒的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,七分人窩。 毛澤東在會上做了檢討,並退居而線,但七千人大會為1964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文革邁哈佐伏筆。 劉少奇後來被迫害致死。 時評作家長平鎮文表示,現在很多人期待當下疫情之後,中共黨內再次出現七千人大會,迫白習近平承認錯誤。 不過在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,即使習近平承認錯,也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。 他舉例說,1958年毛澤東承認過錯誤,但這並不妨礙他第二年在勞山會議上將批評他的彭德懷打倒,稱他是 屢通外國的反革命集團的投望,接著上萬人受到證書。 長平認為,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都是要解體中共這個黨。 奧大利亞食尼科技大學房崇利教授表示,習近平主導的防疫是失敗啦。 從這個意義上與大躍進的失敗可以做比較,但不同的是,習近平在黨內沒有遇到毛澤東當時同樣的對手。 當年,彭德懷、劉少奇這批人都是毛澤東在延安政風中將他們提拔上來的,他看不過去出來逼毛澤東做檢討。 但是現在中共高層這些人太窩囊。 他認為,現在中共高層沒有人敢出來問責習近平,還走不了要習近平檢討這一步。 但是在民間,大躍進時期,中國民眾並無反抗,而當今中國發生白紙革命,各地民眾出來反抗,要習近平下台,這個與之前是不同的。 20日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,除了談穩經濟,罕見地探到解決民眾缺弱的問題。 據中共央視報導,李克強在會議上要求切實保障群眾防疫物資,用藥需求,並加強國際合作,合理進口急稅品。 李克強名義上是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組長,王烏寧是副組長,但官媒稱習近平一直都是親自指揮、親自部署。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前在北京舉行,習近平、李克強、李強善後說。 香港明報的文章指出,從英視畫面看,實際上只開了三場會,歷史僅一日半。 第一場會是習近平說話,第二場會是李克強報處明年工作,第三場會是由李強作總結說話,然後就散會了。 從畫面看,首場會議李克強無出席,第二場會習近平無現身,換言之,兩人始終沒有同場。 這情況在推特上人發熱議,有網友表示,習李矛盾已經公開化。 李克強的潛台詞是,樹不奉陪。 也有網友分析,李克強最後這幾個月不會再有什麼大動作了。 大家都在看習近平的笑話。 剛從這次會議上就可以提出中共內部已經致離破碎, 割懷鬼胎。明年兩會後七名常委七人幫很難開展工作,能力先不講能夠穩住局面就不錯了。 中國民主黨主席王君圖認為,現在習近平政權已經到了很虛弱的時候。 在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,習近平作出大幅度讓步,包括支持平台經濟等,我覺得與李克強的推動有關係。 但是他認為習近平可能下一步要進行報復,到明年三月人大開院,他可能會返工,將這些支持李克強不呼應他的人要加以整宿。 華人作家承說認為,習近平與李克強在保證中共一黨專政的絕對利益上,他們是一致的。 他說,在這一點上,我覺得外界就不要抱什麼幻想,中共報徵是一定會結束的。 獨裁報徵他是剛性的,很可能在某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節骨眼上脫斷,這樣的時機一定會到來。 好,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看風雲節目,不要忘記訂閱、點讚和留言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